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一见如故的成语故事 隋朝的灭亡指日可待了 其父下的面色如土 叫他不要乱说话 方玄宁十八岁时 中了禁食 授予其味 后来方玄宁听说 赫赫有名的反隋朝秦王 李世民 巡行魏北 便赶来投奔 李世民对房玄宁 早有耳闻 两人一见如故 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李世民受房玄宁 辅济世之职 从此房玄宁跟随李世民 走蓝闯北 九死一生 每次打了胜仗 将领们猎取的是金银财宝 房玄宁却为李世民 收罗五花八门的人才 李世民呈实事求是的说 汉代光武帝 有了邓宇 使幕僚们相亲相爱 今我有房玄宁 就如同得到邓宇一样 公元六百二十七年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 任命房玄宁为宰相 一见如故的意思就是 初次见面 就像老朋友一样 合得来 希望对大家 学习这个成语有帮助 喜欢的朋友 也请订阅 留言 分享 如果想及时收到更新提醒 也请不要忘了打开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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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